康熙摇摇头 看来要么是老师和红利的恒星毅力都隐藏得太深了 要么就是两人脸皮太厚了 厚脸皮掩盖了一切 红利虽然没有一起呵成 但速度其实倒也不慢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就起身交作业了 康熙接过来一扫 一看题目就乐了 红利拟定的题目是 一罚款之弊端 康熙心情一下大好 准备帮红利润润色 罚给老师去 康熙只想着给老师添堵了 压根就忘了老师罚银子是跟他学的 但康熙还没有乐完 就见一太监进账禀告道 启禀太上皇 敖汉部垂木勒郡王派了乌锦帕小王爷 和科尔庆的扎一贝勒 前来给太上皇请安 康熙到边境后 虽然附近蒙古部落的王爷没有皇命 不能擅自跑来捡康熙 但偷派了自家的儿子或孙子 带着礼物来给康熙见礼 敖汉部也不例外 早来过 康熙放下红利的作业 心中重复了一下科尔沁这三个字 突然想起了那个叫萨春的蒙古丫头 这丫头好像是只给科尔沁了吧 康熙有点不确定了 年纪大了 记性不怎么好 但此时又不能去查弹案 康熙只好问道 有女眷跟来没 太监盲说 这两蒙古小王爷的女眷 都一起来了的 已经有人去给王平娘娘送信去了 康熙只好摇了摇头 后悔呀 不该带王平出来的 但还是存着一丝侥幸 不会那么巧吧 可惜事情就有那么巧 萨春的爹生病了 所以大冬天的 萨春便带着老公回娘家探极了 温布逝世后 他儿子没当两天郡王 又撒首席去 如今郡王的名头 落在了萨春大伯的头上 萨春的爹混了个被子 管着一小块牧场 牧场虽然小 但却并不偏僻 所以萨春见他爹的情况 已经稳定下来 正在逐步好转后 便放心地带着老公 去拜见大伯了 亲戚嘛 就得越走越亲 然后萨春老公便说 既然已经到了敖汉部了 不去给康熙请安 有些说不过去 于是他大伯就安排自己的小儿子两口子做陪了 这情况 康熙是在接见了乌锦帕和扎衣后才知晓的 这只能干笑着赞了赞扎衣有心 然后便命人设宴欢迎 康熙已经不侥幸了 赐萨春肯定是比萨春 因此在康熙的刻意下 王平单独给女眷设宴 没大家一起其乐了 本来康熙还琢磨着能不能将洪轩给支开 可想了好久 也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法子来 不能太着与痕距了不是 于是只得作罢 不过康熙步入宴会大帐时 还是有些做贼心虚 忍不住偷偷瞄了瞄洪轩两眼 洪轩倒是面色如常 虽然康熙日房夜房 但萨春还是和洪轩最终碰了面 两人倒都不是刻意的 萨春是刚刚拜访了王平 和他唐嫂分手后 尽指回自己的营照 这大冷的天 萨春真的没有那心思去欣赏什么风景 而洪轩则是去打洪丽的 洪丽这家伙没做完康熙布置的作业 就溜出去玩了 结果洪丽没逮着 半途上却遇到了萨春 两人乍一见面都愣了片刻 洪轩率先反应过来 笑道 我还说找时间私下拜访一下你和扎依呢 萨春已经不再是青涩的小姑娘样了 模样展开了 虽然为增添一分娇容 但却带了几分阴气 听洪轩如此说 笑着行了一礼的 给太子爷请安 太子爷吉祥 早想给太子爷请安了 可太子爷身边没女眷 不好贸然行事 横仙笑道 怎么听你的话 你倒不像是嫁给了科尔切 反倒是像嫁给了汉人薰贵之家呢 瞧着规矩学的 多好啊 萨春轻轻笑了笑道 真是没有想到 规矩学的好 没得到太子的一声赞 反而受到了一番奚落 洪轩摇摇头的 以前没觉得你这么临压力齿的呀 扎依惨了 萨春笑道 扎依给我说 太子行事举止间颇有太上皇之风 他若知道太子会如此打趣他 一定会感叹自己看走了眼 洪轩笑道 太上皇难道就不说笑了 真是的 洪轩看上去心情的确很好 又笑眯眯地问道 瞧着扎衣挺不错的 你这几年日子想必过得很惬意吧 洪轩笑着点点头 嗯 扎衣性子挺好的 儿子女儿都像他 我想操心都没机会呢 洪轩惊讶道 倒不知你都儿女双全了 恭喜恭喜 说到这儿 洪轩又笑道 看来明天见了扎衣 得破费了 嘿嘿 洪轩笑了 又行了一礼道 那我就先提前谢过太子了 洪轩呵呵笑道 我还以为你会说不用客气了呢 嘿嘿 对了 你俩孩子喜欢什么 我看看身边有没有能投其所好的东西 撒衣笑道 能得太子的赏赐 那可是孩子们的福气 我干嘛夹客套 孩子都想呢 女儿连话都不会说 好哄得很 太子不必太过费心 随便打赏他们两样就好 洪轩笑道 哎 听你这么说 我反倒不好随便打赏了 嗯 男人手短呢 要是东西送得不好 谁知道你会不会嘀咕 说可惜了你的金子了 萨春轻声笑了起来 洪轩也笑了一阵 等两人的笑声都停了下来 方轻声道 酸奶作坊如今很好呢 谢谢你 萨春道 当初也是不懂事 也幸亏了太子不计较 哪有直至的说人缺钱 就送金子的 多大人脸啊 洪轩乐道 如此说来 我是应该生气的啦 嘿嘿 萨春抿嘴 点点头的 家里人知道后 可是将我妈踩了呢 恒轩笑道 看来 我这个人情是欠大发了 这样吧 你们多留几日 等金里的水果罐头送来了 我叫人多给你装些 算是赔礼了 萨春愣了愣道 太子 有你这样赔礼的吗 恒轩别嘴道 总不能叫我 也给你送东西吧 那扎衣 还不得见我就翻白眼 我想喊愿 都没出喊去 萨春笑道 呵呵 家里才没那么小心眼呢 呵呵 不过 也说不准哈 呵呵 说完 萨春又道 水果罐头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我在这儿 却是尝了猪肉罐头的 如果水果罐头 也能保持住水果的味道 在北边 一定很好笑 太子 到时候我叫人进金 去直接进货 能给优惠不 恒轩轩乐道 我可做不了主 这个作坊是红正管的 红正不在金 便交给我妹妹在管 日后怎么消瓦蒙古 得他们说了算 不过 我倒是可以帮你问问 萨春道 如果麻烦 如果麻烦就算了 我也是一时心启拜了 红轩心想 单纯是做生意 那自然是不麻烦 可涉及到蒙古 那不麻烦也得麻烦了呀 不过 却还是的 我一回金就会问的 不管成不成 都会给你回一个话的 萨春谢过红轩后 又问的 太子 有没有想过 做养肉罐头 红轩失笑道 这个罐头 如今没弄好呢 放不了多少时间 就会变质 所以啊 当物质集是想方设法 让罐头 能存放得久些 别的 暂时不会考虑 萨春明了的点点头 没再继续 红轩想了想道 至于奶粉子的事 萨春红了脸 直舞道 太子 我没别的意思 真没别的意思 红轩道 知道自食其力很不错 不过 有时候 干涉自己的权益 也得争不是 放屑 扎衣特意前来 给太上皇请安 内务府的人 自然会关注到 你们的牧场 一切都会顺理成章的 萨春轻轻点点 还是很有些不好意思 红轩健壮笑道 这天也太冷了 你还是赶紧回账吧 别着凉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不想 萨春一听 却忙叫道 太子 红轩刚买出的脚 只好又收了回来 道 感谢的话 就不用说了 咱们也算是 儿时的完伴了 嘿 去见萨春 并退了他身边的随从 红轩愣了一下 只好冲身边的上皇请 你真不怕扎鸡吃醋啊。 萨春却没有接红轩这话, 而是正色的。 本来这事我是不想告诉太子的, 因为这么些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太子变了没有。 红轩愣了愣,摇摇头苦笑的, 谁会没个变化呢? 萨春的, 但是太子就是没变。 红轩呼了口气的, 好了,别夸我了,说吧, 有什么本来是打算瞒住我的? 红轩真想不出, 萨春会有什么机密话要对自己说, 总不会说对自己早生情种, 叹造化弄人吧。 想到这儿,红轩微微摇摇头, 自己怎么成自大狂了呢? 人家萨春明明就对自己没那意思, 自己竟然还会想到这方面去, 看来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 红轩还没有自我反省完, 就听萨春的。 并不是那人吉娜将太子扯进来的。 红轩浑身一致, 正了片刻, 才缓缓的。 我想我并不知道你所说的事。 萨春愣了愣了愣, 是我多嘴了。 红轩扯了扯嘴角, 也许消息传进街, 还没有传到这边来, 到底怎么回事? 萨春顿了顿道, 纳仁吉娜流产了, 听说已经六个月了, 是个男胎。 红轩早些天接到过安安的来信, 安安在信中装作无意地提了句, 说纳仁吉娜来信, 请吉姆哥照料她的小姑子, 还说纳仁吉娜如今过得很好。 红轩不认为安安会故意骗她, 但是如果怀孕六个月都给流产了, 那么应该是纳仁吉娜再骗安安了。 红轩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 看着萨春, 说那孩子是我的。 萨春忙摇头道, 不是这样的。 红轩冷冷道, 到底怎么回事? 萨春轻声道, 我们和纳仁吉娜家走得不近, 所以并不知道想起, 好像和哲不尊丹忽图克图有关。 哲不尊丹忽图克图是漠北蒙古的活佛, 在漠北地位颇高, 纳仁吉娜流产怎么会和她有关? 红轩头一个想到的便是老四在捣鬼, 只有老四信佛, 而且还信得是藏传佛教, 却听萨春道, 哲不尊丹忽图克图要修炼, 每到一处都会选有慧根的女子交欢。 原来, 活佛在蒙古人中地位颇为崇高, 王公贵族见了他们都毕恭毕敬得不得了, 对他们的话基本上是言听计从。 而这个哲不尊丹忽图克图, 特喜欢和女子交欢, 每其名曰修炼。 看上了哪家的闺女媳妇, 就直接叫人给她送到禅房里去, 其中不乏蒙古王公家中的女眷, 但蒙古王公们一个个都不觉得受到了侮辱, 反而似中了奖似的, 开开心心地将人送去, 觉得这是一种荣耀。 恒轩倒还真的不知道有这等事, 没听阿儒娜和特木尔提过, 此时听了萨春的话, 很是不可理解。 不看重真操, 和将自己的女人送人享乐, 这可是良骂事啊。 怎么, 折不尊打糊涂个图, 看上了那人吉娜, 那人吉娜不乐意, 闹起来了, 出了事? 萨春的, 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 总之后来将太子爷给亲扯进来了, 你找我小堂哥问问, 我大伯的消息肯定比我们零。 于是, 洪轩也不去打红利了, 急急忙忙地去找乌锦帕。 乌锦帕的爹是掌管敖汉部的大头头, 加之在漠北也有很多亲家, 所以信息很通胀。 洪轩很快就了解了整个情况。 据说, 在到达那人吉娜夫家之前, 折不尊丹忽图克图修炼的上一战就是托亚的夫家。 是的, 这个托亚就是阿巴盖的托亚, 秦姆格的侄女, 洪轩的表妹。 折不尊丹忽图克图自然选中了托亚, 但托亚却不乐意, 说他信奉的是张家忽图克图。 于是, 折不尊当忽图克图就很生气, 说不仅要处罚托亚, 还说要请神灵降罪他们部落。 托亚的夫家给吓着了, 都劝托亚赶紧从了吧, 结果托亚火了, 说谁敢动他一根汗毛, 他就直接进京找皇后娘娘做主。 还放言说, 他倒要看看到底是皇后娘娘能让部落没饭吃, 还是折不尊当忽图克图。 恨事僵持了一阵, 然后, 一托亚偷偷回娘家六号而结束。 当然, 大家都怀疑是托亚夫家无奈之下采取的这个下下策, 因为两方都不能得罪呀。 既然不好请活佛走, 只好安排托亚俏家了。